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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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灿烂的烟花漫里 消失在空大雨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等你 终于看到幸福的过温 夜色中依然闪烁 照着我牵舞双手 从遇见之处 到一抹相如 转眼消失不见 一切一如云烟 从今后 夜只为了梦想的蔚然 洗尽千花的你 看起来更加美丽 灿烂的烟花漫里 消失在空大雨里 那层温暖的爱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等你 终于看到自由的我 夜色中依然闪烁 摇着我牵舞双手 这可是我特意买的 这谁啊 基金您又误会了 你管谁叫姐呢 你快走 这个男人有老婆了 你听到吗 哥 他居然在女人回你家 发生什么事了 安安姐 妈 十月来了 妹妹说她跟你说过了 十月了 但是你没告诉我 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 之前你妹妹打电话 告诉我说 她下个月要来 我可不可以在你那儿 注意对 别生气了 我说你那儿地方大 应该方便 但是她今天下午 突然微信告诉我说 她已经到了 上一回我把你的电话 号码给她了 她没给你打电话吗 没有啊 哎呀 那可怎么办呀 你看 我这儿呢 又远 不方便 你那儿方便吗 我这儿 倒没有什么不方便 只是 我还没有跟一鸣商量 哦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你先跟一鸣说说看 就说麻烦她了 估计你妹妹啊 也住不了多长时间 好好照顾你妹妹 当初你爸出事的时候啊 要不是你师叔叔帮忙的话 就回不来了 这么大的恩情 怎么得记着 何况 你们还是好姐妹呢 我知道 那我先安排一下吧 我们晚点再说 好 拜拜 我妈以为她下个月才来 所以没有提前打电话 我们先让妹妹住下吧 你决定就行 你决定就行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小时候 邻居家的妹妹 石月 是我石叔叔的孩子 从小全家搬到纽约去了 所以你们没见过 石月 这是你的姐夫任一鸣 金飞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位 是她的妹妹任飞 她们两口子 姐姐 真的很抱歉 打扰到你们了 是我忘了提前打电话过来说 没事 我是在想 要不你先住在 好 这样吧 让你妹妹 可以先住我书房 好啊 谢谢姐夫 你行李我先帮你拿上去吧 你东西多忙 我再解采就行了 这边行 走 再来上去 你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没有 别老一身一轨的 你看看这次 多不好啊 老婆 对不起 我们和好吧 我以后肯定做听你的话 暗示包备 但是你不能再动动动说离婚了 好吧 老公对不起 好好的话都让我嫩坏了 好好的吗 爸爸 你 来 来 来 行 等等 行 别在我们家细婚案了 什么 我不哄我老婆呢 要哄回你们自己家哄去 赶紧走 赶紧走 这么晚了 赶紧回家 拜拜 拜拜 感觉怎么样 很好了 安安姐家的书房 比我在纽约住的要大好多 史玥 你真的长大了 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可是姐姐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好看 真是谢谢姐姐 不嫌弃我 你傻呀 干嘛这么说 安安姐 知道我爸爸再婚的事吗 嗯 听我妈说过 那 阿姨有没有说过 从来之后 我就没有家了 爸爸 不再是我爸爸了 怎么会这样呢 开始的时候 那个女人对我还挺好的 后来慢慢地我才明白 我都是假象 她们才是一家人 而我 只是个雷尺而已 所以 你就从那个家离开了 嗯 那你不适合我了 我已经没有家了 安静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没有啊 你还有我呀 还有我们啊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姐姐 不然回国 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呢 好了 你先别想那么多了 在这里好好住下 以后再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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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还有一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馨姨 帮爸爸个忙 去是阿姨的房间 桌子上放了一份一份文件 帮爸爸拿过来 好 给你 乖 来 哇 好香啊 来 馨姨 饿了吧 馨姨 快点吃 等一会儿 我们等等十月吧 是漂亮阿姨吗 对啊 馨姨见到那个漂亮阿姨了吗 她最近要在我们家住一阵呢 早上好 你起了 嗯 姐夫早 早 走 你是馨姨吧 我是你十月阿姨 不过 你也可以叫我姐姐 还是叫阿姨吧 叫姐姐乱了备份 好 阿姨 你的裤子呢 阿姨穿了 只不过裤子短了点 现在国外都流行这么穿 馨姨 你吃完了吗 吃完了 走 送你上学 我帮你送她去吧 馨姨 跟爸爸妈妈 比个亲亲说再见了 走 走 走 爱吃薯片又怕不健康 那就试试自制薯片吧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自制薯片的味道不够香脆可口 其实 只要在切薄的土豆上 刷一些橄榄油和海盐 然后用二百一十度上下的火 烤二十分钟左右 香脆可口的薯片就出炉了 是不是很棒呢 好了 你别跟我秀恩爱了 你们现在和好了 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十月 嗯 她暂时在我们家住下了 没什么事 嗯 就是 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穿了很短的短裤 你看看 这不教坏孩子吗 况且你们家还有个大男人呢 她可能在国外习惯了 回到我们国内 这样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我会提醒她的 提醒哪够啊 你要直接警告她 她还是个小女孩 家人又不在身边了 我不能那么对她 不是 你这样很危险了 她那么 你不要把你一神一鬼的精神 用在我身上了 她只是暂时在我们家住几天而已 住几天也不行 在别人家怎么能这么不注意啊 可能是她回来的太突然了 我也没有来得及给她准备东西 我是准备去给她买一套正常的睡衣 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来晚了 来呀你快点吧 太流量了 你说你 又不是身材不好 也不是条件不允许 干嘛总穿那么素呀 你应该多穿点时髦鲜艳的衣服 最近上了很多新款 真的可好看了 穿衣服啊当然要穿得自己舒服啊 干嘛在乎别人的眼光 好好好 你说什么都有理 来 给你 不知道你们人家都什么毛病 最爱吃鱼 却最讨厌挑鱼刺 这不是还有你吗 对了 我哥今天就在附近 有个发布会 跟你说了吗 嗯 说不 我一会儿要找他拿我这个券 你陪我 好啊 哎 哎 你看那个 是不是网络上很红的那个模特啊 嗯 可以啊 等一下啊 现在明星啊 模特啊 我都不太认识了 哎 可是他怎么那么好啊 哎 你俩怎么在这儿啊 小飞带我来的 对啊 啊 正好 啊 公司带进去 谢谢 哎呀 我得赶紧走了 我去超迟了 行行 赶紧去吧 啊 啊 我们活动快开始了 你找个地方坐着等我一下 嗯 放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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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小姐 任一鸣先生 一同为云海启动新奇点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 哪个啊 你摸她肩膀那个 那她是我老婆呀 你现在的品位真的变了很多 云海成为百强企业 任经理功不可梦 相信二位的强强联手 本次新起点将开启云海的新征程 迎来更广阔的市场 下面欢迎媒体朋友提问 任经理 听说今天您太太也来了 合张影吧 是啊 不好意思啊 我太太不太习惯这种扇光灯 请问您太太在哪里啊 就是啊 在哪啊 好了 你们再问下去 任经理要不好意思了 不卖关子 那位就是 对 不卖关子 没看出哪儿呢 是 是 不卖关子 是啊 这穿得也太新鲜 去想不去 不卖关子 任经理 您太太今天的着装 也是云海刚发布的新款吗 您太太能代表云海 刚刚发布会上 宣扬的新女性形象吗 刚才的走秀大家已经看过了 专业的模特已经很好地展现了新女性的感觉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云海的新起点 谢谢 各位 其实我太太一直都是我的骄傲 如果她能够穿上这些精致美丽的衣服的话 不会逊色于刚才台上任何一位走秀的模特 只不过她收起了自己的光芒 回归了家庭 变成了大厨 家庭教师 管家等等等等 而且她做得非常优秀 跟她做的这些比起来 我的工作简直太简单了 我认为我的太太 她非常美丽 这种美丽 已经超越了外表层面 我很爱她 并且我会在未来 像现在一样爱她 老公 今天谢谢你啊 谢谢什么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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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什么都是最好看的 嗯 嗯 嗯 老婆 嗯 你以后 会不会有遗憾啊 自己为了家庭 而放弃的事业 我选择的一定是更重要的 没有什么放弃不放弃 要把你 Pode 即将食物 以后 在什么柯 便宜 在你需要 肯定 你需要 区 Lori 现在晚上温度比较低 你还是多穿一点睡觉 再说了 我们家还是有孩子嘛 对哦 我也忘了 对不起阿姐姐 姐姐 你看我像不像一只小猫 姐姐 衣服叠那么整齐干嘛 怎么又弄乱的 这样好收纳 放在柜子里也整齐一些 这个叠一板很好用的 我教你啊 不用 学会我也没有耐心弄 多麻烦啊 我倒是相反啊 每次做家务的时候 好像烦心事都消失了 心里啊 就可以重新安静下来 诗语 你这一次突然从纽约回来 是有什么事吗 你还回去吗 没什么事 我今儿是想你们了 暂时不打算回去吧 反正回去 我也是自己过年龄的一个人 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 可能要找工作了 虽然我不是很想上班 对了 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姐夫 他公司还招不招人 我听说他公司很大 好啊 一名他们公司好像经常招人 最近就来了个新人 也是当经理 在管另外一个组 也不知道他们谁能当上总监 嗯 姐夫的竞争者 很正常 好的位置大家都所要 在国外也是这样 总得比一比谁更厉害 但是姐夫绝对不能坐以待遍 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努力争取 绝对不能妥协 好 新起点发布会的通稿 你看看 没什么问题我就发布了 嗯 没什么问题 麻烦 我太太就让照片顺一下 你对你太太 很专业 当然 又来了是吗 什么呀 饿了 咱们换衣服出去吃饭吧 什么寄给我 咋怎么了 来 两人 一鸣哥 我好想你啊 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看电影吧 行吧 你这打回去多尴尬呀 你怕尴尬 一定要这样吗 每次都糊弄我 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能给你解释清楚的 我能给你解释清楚的 杨元 中午了一起吃饭 我会拥了 这个问题 我会拥抱 你是不是已经吃饱了吗 你不是已经吃饱了吗 说什么呢 羞涩可餐呢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嘿嘿 老婆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的啊 你老公啊 太想你了 然后就敲了一个会 想完了吗 来 亲一下 我还穿着围裙呢 没事 十月 嗨 十月 快去换衣服吧 这狗粮吃得我好饱啊 姐姐 你先忙着 我帮你把水锅给姐夫端过去吧 嗯 好 安安 不好意思啊 是我不好意思 姐夫 我 我给你弄了点水果 给你放在哪儿 你就 你就帮我放桌上就行了 好 怎么还有咖啡啊 安安平时下午都不让我喝咖啡的 是我做的 上了一天班应该挺累的 我想你可能需要一杯 好 好 这个牌子的鞋子很漂亮 质量也好 嗯 姐夫 我能打开看看吗 哦 可以啊 好漂亮的鞋子啊 是送给安安姐的吗 嗯 姐夫眼光真好 是 这么亮的颜色 适合安安姐吗 爱完以前 经常穿鲜艳的颜色 就是现在变了 这辆好的鞋子 就是不一样 连皮子都是香香的 我刚被我爸爸接到纽约的时候 我们家隔壁那条街 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专卖店 我当时求了爸爸好久 结果换来的却是一个耳光 我就不想再走进去了 我就不想再走进去了 那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啊 真的吗 姐夫 我真的可以试试它吗 哦 可以 谢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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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好香啊 安安姐做饭太厉害了 我肚子都饿了 星音和伊明都喜欢喝我做的汤 一会儿人齐了 我们就吃饭 好 谢谢 星音 今天上幼儿园开不开心 开心 那 都学了什么呀 我能看 星音不会 英文可乐 可以让十月阿姨教你 阿姨是从国外回来的 英文特别厉害 对啊 姐姐 我可以帮你照看星音 还可以顺着教教她英语 好啊 一鸣 嗯 你们公司最近招人吗 怎么了 十月想找工作啊 可以啊 我帮你盯着点吧 先把简历发我一份 好 对了 姐姐 你知道姐夫准备的惊喜吗 什么惊喜啊 没有啊 没有什么惊喜啊 好吧 什么都不知道哦 阿姨 这是阿姨的秘密 不能说 不是说的话 惊喜就跑掉咯 好了 好了 快吃饭了 快吃饭了 好 再来一遍吗 好 再来一遍 来一遍 好 真棒 老公 明天要穿的衣服 我都给你运好了 是那条裤子吧 对 幸运的裤子 感觉你心情变好了 有一日挺难受的 我想想吧 这职场这生生气下很正常 急不动 那个梁元是你的竞争对手吗 他是怎么到公司的呀 陈总的人 那天发布会 我感觉你怪怪的 你是不是之前认识他呀 为什么这么问啊 陈总既然推荐他 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怎么了 老婆 现在这么多问题 等一下啊 有个惊喜 这是什么 大家看看 我们公司有聚餐 我想要你穿的他跟我一起聚 然后惊艳全场 好漂亮啊 但是我很多年没有穿过这么鲜艳的颜色了 看来我要尝试一下新风格了 反正我老婆什么风格都一定是最美的 我喜欢 谢谢老公 你要喜欢的话 以后我每个月都送你一双新鞋 不用了 同一个风格的鞋 不用你买那么多双 以后我有喜欢的我会告诉你的 别乱花钱了 老婆 你也太亲俭持家了吧 好了 我要把这双新鞋 放到鞋柜里去了 我要好好保养它 以后每一次穿的时候 就像新鞋那么好看 有什么好保养的 喜欢就穿 穿就了就扔 然后再买新的呀 不 因为是你送的 你还没睡啊 姐夫 你还没睡啊 有点睡不着 你也没睡啊 我视察有点乱 再加上 有点不开心的事情 你在喝什么酒啊 来 兰兰蒂 睡不着的时候喝上一杯 他能帮助你入眠 别告诉你姐姐啊 他不喜欢我平时喝酒 我可算是扎到你的把柄了 说吧 给我什么风格飞 你想要什么 减着我饭 这种酒度数很高的啊 这也太呛了 这不适合我 你刚才说有烦心事 是怎么了 是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不过我不想再提了 我觉得 我能到这儿 可能是上天让我重新开始 只要你想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真的很像我的大哥哥 一鸣哥 我可以这样教你吗 可以 好了 我去睡了 一鸣哥等等 给我吧 我来帮你等候 好 你先去睡吧 还有 你别告诉安安姐 我也喝酒了之前 她觉得我还是小孩子呢 晚安 你把我吃 你搬下这个 你还不太吃 是一个 我玩了 我来帮你 你自己吃 去吧 你有朋友吗 以前没有见过你 我是的哥哥 亲哥哥 我叫任一鸣 我叫沈安 我是任飞的大学同学 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 沈姨 好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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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公司有个会要开 所以我得晚点回来 我知道了 在家乖乖等我 如果你要实在无聊 你就去找任飞 放心吧 我知道了 你快走 一会儿迟到了 帮帮帮帮 好了 快走 走了 我早饭叫了你好几次 我看你困得都起不来 我们就先吃早饭了 嗯 来 尝尝我新做的饭团吧 姐姐 我们家 真的好温馨啊 快尝尝啊 你怎么了 嗯 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可以试试啊 这是阿姨的一个秘密 不能说 只要你想 一切都可以重新改善 姐姐 如果我想一直住在这儿 你会同意吗 我不是说你 你会跟他这儿 有什么事 你会问吗 你快走 我就是她的可爱 你在哪里 你也会说 不如你 是手心里的炙热 是扑获的恶 你留下的还在虚妄的勾勒 它将我反复拉扯 它是什么 悬崖边有一颗野草 梦下的长大 冬天你也会害怕吧 抬起头大雪在身上 燃烧着融化 终于退下坚弱的面纱 我是在火光中伤开的花 我是刺破黑夜的夜沙纳 落在翅膀上的光 薄像脆弱的伪装 越美的梦越是漫长 是谁用漂亮的手所换绑 是谁以爱却并对我说谎 打算虚伪的家乡 浩瀚苍穹下回望 漫天星光天我流伤 追逐了火光 我就是火光 我就是火光